Oracle of Delphi,德尔菲神域 它和甲骨文公司Oracle有关系吗? 有和上古编程语言Delphi有关系吗? 估计是有的,就是后两者都想撑Oracle of Delphi的热度 那它到底是什么?又引发过什么著名的英雄传说呢? 大家好,我是穆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德尔菲神域 德尔菲是古希腊的一个重要宗教和文化中心 据传说这里原本是大地之母盖亚的一个圣地 由他的女儿巨蛇女神Python守护 后来太阳神Apollo阿波罗来到这里 与Python进行了一场战斗 并最终杀死了Python,占据了这个地方 阿波罗随后建立了自己的神庙 并设立了神域,也就是Oracle 自此以后,女祭司通常称为PTR 会在特定的日子里坐在一个开裂的岩石上 一般称为阿波罗的石座 通过吸入地下散发的气体 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传达阿波罗的预言 在历史上,Oracle of Delphi有过很多著名的预言 其中一个是有关Socrates,苏格拉底的 根据记载Socrates的朋友查尔丰 去德尔菲神域,询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 神域的回答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 这个预言很奇妙 因为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自己特别智慧 而正是由于这个Oracle的产生 他才明白,如果说他比别人聪明 那一定是因为他懂得自己一无所知 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For I was conscious that I knew practically nothing 后来啊,Plato,布拉图做了简话 I know that I know nothing 这个神域就意味着 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因此才启动了自己的哲学探索 通过对话和质疑的方式 试图揭示智慧的真正含义 并教育他的同胞们关于知识和美德 Oracle of Delphi还有过许多其他的预言 我们稍后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英雄传说 Oracle of Delphi在后世的衰落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主要受到罗马帝国采纳基督教为国教 以及随后对异教徒宗教场所关闭的影响 首先是公元四世纪 罗马皇帝康斯坦丁大帝和他的继任者们 开始推动基督教成为国教 而后公元391年 皇帝地奥多西一事发布了一系列法令 正式禁止所有异教徒一事 包括德尔菲的神域活动 此后不久 德尔菲的神庙遭到废弃 神域的活动也随之停止 德尔菲神域的最终毁灭 标志着古典古希腊宗教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及基督教在欧洲宗教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开始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一个由德尔菲神域引发的英雄传说 如果你的命名已被写下 未来注定要死于自己的孙子之手 你将如何面对你的孩子 如果你是权倾一方的领主 你又将如何应对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雅典城邦 Argos 阿尔格斯 他和著名的The 300 Spartans中的Sparta 斯巴达很类似 但却并不像斯巴达那样以武力出名 而且在后来著名的波西战争 Persian Wars中保持中立 因此并不那么引人注目 在稍早于波西战争的时候 Argos的国王是阿克里西乌斯 虽然他的地位崇高 却有一件事情时刻折磨着他 他已不再年轻 却还没有一个男性的继承人 Not having a male heir 为了结束这种漫无边际的等待 他决定去拜访Oracle of Delphi 一路来到圣地 一番紧张的等待 他得到了一个答案 一个令他不但失望且恐惧的答案 你永远也不会有儿子 无论你躲到哪里 Your destiny is to be killed by your grandson 你一定会被你的孙子杀死 阿克里西乌斯很害怕 仔细地盘算起来 自己只有一个叫达尼亚的女儿 如果女儿无法嫁人 就不会怀孕 这样就可以阻止预言的发生了 为了保护自己 恨毒的他决定牺牲自己唯一的女儿 不能让他嫁人 甚至不能让他遇到任何人 于是年轻的公主达尼亚 被困在了宫中的塔楼里 孤独与痛苦 岁月蹉跎 他时常默默地祈祷 祈祷这一切可以过去 Zeus the Lord of Olympus 奥林匹斯的主宰宙斯 听到了女孩的祈祷 慢慢地爱上了他 决定去拜访他 为了不让人发觉 宙斯把自己化成了Golden Ring 金色的雨成功地进入了塔楼 The tower where the princess was enclosed 公主所困的塔楼 金色的雨落在达尼亚的腿上 盘旋 随后 宙斯显出了真身 Seduced her Impregnated her 使她怀孕了 时间流逝 尽管被关在塔中的生活十分艰难 可是令公主感到欣慰的是 一个健康的男孩出生了 她的名字叫做Persis 普尔修斯 而另一边 本以为高枕无忧的国王 有一天突然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她有了一个孙子 对于常人来说 本该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却预示着她向死神迈进了一步 她感到异常的恐惧和愤怒 难不成是她的兄弟的主意 藉由让她的女儿怀孕 加害于她 And claim her throne 谋求皇位 她寝食难安 夜不能寐 到底如何才能完美地化解 这个可怖的宿命呢 去杀了女儿和孙子 那可不行 神明是要惩罚的 左思右笑 她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把达尼亚和她的孩子 关进了一个瓮里 然后把他们一起扔进波涛汹渊的海里 如果他们死在了海中 那就不是我直接的过失 神明也就无法加罪 只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宙斯 奥林匹斯的神才是孩子的父亲 他不会坐视不理的 在宙斯的请求下 海神Poseidon波赛东 引导的那只装有波尔修斯 和她母亲的瓮 平安地来到了塞里福斯岛 在那里由狄克特斯救下了他们 狄克特斯是一个fisherman 渔夫也是当地国王皮勒德克的兄弟 这位好心的渔夫收留的这对母子 并像养育自己儿子一样 抚养了Perses 于是Perses终于有了一个正常的同僚环境 慢慢地长大了 成为了一个英俊 强壮和勇敢的男人 有一天 塞里福斯岛上王国公里要举行一场宴会 狄克特斯和他的门徒也受到了邀请参加庆典 他们一穷来到了王宫 参加国王举办的盛大宴会 国王皮勒德克被达尼亚公主的美貌 所深深吸引了 但他意识到达尼亚的儿子 Perses总是紧随其后地保护着他 他得想个办法 一般来说 参加这样盛大的宴会 空手而来自然是不礼貌的 大家开始给国王呈现他们所带来的珍贵礼物 有人带来的马匹 有人带来的珠宝 轮到普尔修斯了 问题是 他只是一个像他养父那样普通的渔夫 没有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可以献给国王 可是普尔修斯年薪其盛 他昂首挺胸说道 I give you the head of Medusa if that places you 看一下美杜莎的头献给你 国王意识到 这是一个可以将普尔修斯 与他母亲彻底分开的好机会 于是装作很高兴地说道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勇士 那就去帮我们除掉这个令人讨厌的怪物吧 你不需要牵挂这里 我们会照顾你的母亲 知道你把怪物的头带回来 作为战利品 Until you bring the monster's head as a trophy 普尔修斯太年轻了 他以为这是国王给他的鼓励 他摩拳擦掌 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挑战 其实这里有个关键的原因 他知道自己是宙斯的儿子 知道自己体能隐藏着强大的力量 他注定是要做出伟大的事业的 His fate was to achieve great things 任务明确 找到可怕的蛇发女妖 Medusa把他的头作为战利品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 怪物的行踪无人知晓 The creatures' whereabouts were unknown 他打进到唯一的线索 是曾经有几位勇敢的英雄 曾去追捕那个怪物 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回来 当然普尔修斯是不一样的 他流至宙斯的血液 因此他的想法 立刻被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 所察觉 他们是神的使者 赫尔莫斯 Hermits The Messenger 智慧与战争女神雅典娜 Athena Goddess of Wisdom and War Athena来了 提供了她的盾牌作为保护 Hermits 则担任她的向导 因为她了解通往任何目的地的一切路线 Hermits告诉她 只有格雷亚姐妹 才知道女神之园和美杜莎的藏身之地 女神之园那里 藏有完成这项任务所需要的其他神器 The artifacts needed to accomplish this mission 格雷亚姐妹是美杜莎的亲戚 她们三个姐妹是三个巫婆 共享一只眼睛和一颗牙齿 因此每次只有一个人能看到东西 于是 普尔修斯和霍尔莫斯 来到他们藏身的洞穴 悄悄地 接近了他们 成功地偷走了他们唯一的眼睛 三姐妹 Desperate and Blind 绝望而有眼下 无法抓住英雄们 于是 普尔修斯趁机威胁说 只有在他们指出正确的路径的情况下 他才会把眼睛还给他们 没有其他办法 三姐妹无奈地告诉了他们 这两者的所在地 普尔修斯也很手心用地 把眼睛还给了他们 并和赫尔莫斯继续上路 首先出发去寻找女神之源 出乎普尔修斯的意料 三位美丽的女神 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他们给了普尔修斯 一双有翅膀的飞鞋 Wind Sandals 可以自由飞翔 Hardis的头盔 The Helmet of Hades 穿戴着可以隐身的力量 Power of Invisibility 和一个特殊的袋子 可以让他们把美都莎的头放进去 女神也向普尔修斯 介绍了美都莎悲惨的故事 其实美都莎也并不是生来 就长着一个蛇发的可怕生物 A dreadful creature With Serpent like hair 这里Serpent和Snake 一样是指代蛇 但它常常带有 更强烈的文学和象征意 这个词在神话和宗教文学中 使用的比较多 往往带有神秘和邪恶的含义 比如引用夏娃吃尽果的 就是Serpent 美都莎曾经是一位 极其美丽的女神 她在雅典娜的神庙中 侍奉女神 然而海神Poseidon邂逅了她 与美都莎产生了强烈的占有欲 并在雅典娜神庙与她发生了关系 这是对神庙的极大亵渎 可是波赛东是神 力量与宙斯相当的存在 雅典娜她也无法对抗波赛东 美都莎怎么同 作为对这一不敬行为的惩罚 雅典娜将美都莎的面容 变得鬼魅可怕 秀发变成了毒蛇 Those who look at her in the eyes would become a stone statue 任何直视她的人 都会变成石头 从此 美都莎被迫逃离人类社会 隐居在遥远的岛屿上 成为了一个孤独而被诅咒的怪物 波尔修斯这边 有了神器的加持 了解了目的地的危险 她朝着美都莎的Lair 也就是巢穴进发了 但是此时 赫尔摩斯告诉她 她将无法继续跟随 因为她作为神的信使的身份 是不能过多介入英雄历练的过程的 不过她会送给波尔修斯 一把由赫菲斯托斯锻造的 A Divine Sword 神圣之剑 赫菲斯托斯是古希腊神话中 火与工匠之神 是宙斯和赫拉的儿子 一些高超的锻造和工艺技能组成 又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波尔修斯终于来到了 美都莎的洞穴 她小心地 Fertively靠近洞口 发现有两个蛇发女怪 守卫着入口 原来是美都莎的姐妹 阿里亚历和斯泰诺 为了避免打扫金蛇 波尔修斯穿上了 The Helmet of Hades 哈利斯的头盔 成功地隐身 悄悄地潜了进去 没有被发现 波尔修斯继续深入 沿路的景象十分恐怖 有无数曾经挑战美都莎 却被石化的英雄 他们都是Victims of the Creature 波尔修斯很谨慎 以防中了埋伏 突然前方出现了 A Shadow of a Creature 一个鬼魅的身影 是美都莎来了 她踢着一张弓 快速游动 向波尔修斯不断射出利剑 她只能躲在一根柱子后面 Behind the pillar 来保护自己 她闭上眼睛 仔细地回想 雅迪娜女神 给予自己的鼓励和勇气 最终 He was able to surpass the fear 克服了恐惧 突然她意识到 她所获得女神赐予的 盾牌如此的光亮 So polished Resembled a mirror 几乎像一面镜子 没错 借助盾牌的反射 Reflection of the shield 就能避免石化 波尔修斯终于看到了 美都莎的行踪 已经和她的柱子近在之时 就在这一瞬间 她快速地从左边 发起了进攻 但波尔修斯躲过了 Dot the attack 美都莎也没有想到 对方可以预见她的动作 不由得一愣 波尔修斯趁此机会 回身一剑劈下 斩下了美都莎的手机 美都莎死了 从她的血液中 诞生了天马和黄金巨人 天马就是Paxes 在流行文号中非常常用 logo和产品都经常用得到 波尔修斯没有去看美都莎的头 而是直接把她放进了 女生提供给她的特殊的袋子里 而后 波尔修斯带着她的战利品 高兴地踏上了回城 即便有飞鞋 即便有天马 回城也是漫长的 连续的赶路 是波尔修斯感到疲惫 她看到了一个十分美丽的花园 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会儿 可是她没有想到 这里是禁锢强大的太太 阿特拉斯 The powerful titan Atlas 阿特拉斯因为冒犯宙斯 而被处理永远承担起天空的惩罚 Hold up the sky for the eternity 波尔修斯很骄傲地对阿特拉斯说 我是宙斯的儿子波尔修斯 打败了可怕的美杜莎 我需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阿特拉斯轻蔑地看了一眼波尔修斯 我看起来像傻瓜吗 一个像你这样的凡人 Amir Motto 是永远无法 记贷强大的蛇发女妖的 现在立刻离开我的领地 波尔修斯非常恼怒 竟然有人如此地侵蚀她 于是她从袋子里 取出了美杜莎的头 向阿特拉斯展示 强大的泰坦只看了美杜莎一眼 就瞬间被石化了 Petrified 可怜的巨人阿特拉斯 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山 而她的山峰 却仍然沉托着天空 波尔修斯很惊讶于美杜莎的力量 于是又小心翼翼地 把她收回了袋子中 继续了她的行程 在同一时刻 在遥远的埃塞俄比亚王国 Kingdom of Ethiopia 一个王后因为自己的女儿 无比的美貌而骄傲自大 吹嘘比海中的仙女还要美丽 Break it about the beauty of her daughter 王后的这番话 激怒了仙女们 他们将这视为 对他们美丽的极大侮辱 愤怒的仙女们 向她的守护神波塞通诉苦 请求神明 对王后的傲慢及其惩罚 波塞通听从了他们的请求 释放了一只可怕的海怪 来袭击埃塞俄比亚的海岸 为了平息这只海怪的暴行 王后和她丈夫 埃塞俄比亚国王法罗斯 被迫做出了痛苦的决定 Chain their daughter to the rock nearby the sea 牺牲他们的女儿 把她绑在海边的岩石上 作为海怪的祭品 以求得到波塞通的宽束 平息海上的巨兽 公主名叫安德罗莫达 她是不幸的 但她又是幸运的 幸运的是遇到了 正要回家的波尔修斯 波尔修斯救下了 被靠在岩石上的安德罗莫达 被她的美貌 所深深吸引 一见钟情 就在此时 海参所派来的海妖出现了 要索取她的祭品 Claim his sacrifice 波尔修斯没有step back 决定confronted the creature 面对这个生物 波尔修斯潜入大海 用她Divine Sword 神圣之剑对付海妖 由于沾染了怪物的血液 她的飞鞋失去了作用 波尔修斯被迫 依托着岩石继续战斗 Dot the monster's attack 躲避怪物的攻击 最终她打出了 完美的致命一击 Struck a fatal blow 海妖被杀死了 The creature was slain 陈舍和公主都得救了 所谓感谢 埃塞尔卫比亚国王 开心地将自己的女儿 美丽的安德罗马纳公主 嫁给了波尔修斯 并很快举行了婚礼 随后 波尔修斯马不停蹄地 带着她的新婚妻子 回到了塞里夫斯岛 她要见她的母亲 然而当她回到塞里夫斯岛时 奇怪的是 她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 很快她就知道了原因 原来波尔修斯的母亲丹尼亚 被迫居住在国王的宫廷里 并遭受到国王的各种虐待 幸好在波尔修斯养父的帮助下 丹尼亚从宫殿逃脱了 目前庇护在雅典娜神庙里 因为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因此得以战免于国王的虐待 波尔修斯愤怒至极 他要向国王复仇 好在以他目前的力量和声誉 召集一些盟友并不难 于是立刻向王宫进发 与此同时 听说波尔修斯既然打败了梅杜莎回来了 国王改道害怕极了 立刻召集了所有卫兵来保卫宫殿 一场血腥的大雏杀 似乎不可避免 而国王的军队很明显处于领先地位 因为这里有更多数量的士兵 波尔修斯似乎败于一定 却只听波尔修斯大声喊道 我的朋友们闭上你们的眼睛 随后从袋子中拿出了梅杜莎的头 在一瞬间 所有的敌人都被石化了 他抑制了所有的敌人 目瞪口开的国王立刻蜷缩在王座后躲了起来 却被赶来的波尔修斯轻而易举地拎了出来 波尔修斯轻蔑地说 我会让你留在这个宫殿里 但你将永远保持我现在看到的懦弱和可悲的形象 说完 伴随着梅杜莎之眼的寒光 国王也被石化了 最后 波尔修斯将他的养父加免为新的国王 至此 他终于光荣地完成了他的任务 他将所有帮助他的神器 归还给了原来的主人 Return to the gods The divine artifacts 还将美都莎的头献给了雅典娜 雅典娜随后将美都莎的头 镶嵌在了盾牌上 使得盾牌拥有了将敌人变为石头的能力 这个盾牌被称为埃及斯 帮助雅典娜在以后的战斗中守护着希腊 波尔修斯的声誉传遍了希腊 有传言说这位伟大的英雄将返回阿尔格斯 向他的祖父 也就是把他和他母亲一同扔进海里的祖父 报仇 Revenge against the grandfather 这一传言开始蔓延 由于担心预言的实现 担心自己的孙子杀死自己 光阿里克西斯离开了王国 逃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 然而 波尔修斯其实并没有计划对他的祖父报仇 因为他是一位身欲卓著的英雄 也遭遇放下了仇恨 和美丽的妻子过着悠闲的生活 波尔修斯一直被邀请参加各种庆祝活动 和祈祷众生而举办的起优游戏 在其中一场比赛中 还参加了投掷铁饼 Discous Throwing 没想到波尔修斯的投掷划过了弧线 不偏不倚地击中了观众席中的一位贵族老人 而这个老人正是他的祖父阿克里希斯 阿克里希斯随后因为伤重 不久而去世 波尔修斯并不愿意实现神域 所揭示的预言 但也不是他所能改变的 认许方法不一样 目的不一样 但是最后的神域就是神域 是一定会实现的 英雄的波尔修斯 在希腊地史上留下了辉煌的印记 成为了伟大的麦西尼城的创始人 在他的后遇中 又诞生过一个伟大的英雄 赫拉克勒斯 Herculus Herculus The Great Hero of All is Among the Descendants Herculus将完成著名的 12项艰难任务 Twelve Labors of Hercules 那将会是又一个有趣的英雄故事 好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Oracle of Delphi和他的英雄传说 Herculus